我应该有三十年吧 三十年 我第一次出镜是在上学期间 后来就开始演这二八点电视剧 演故事演人物 其实你想干这一行 就是因为你能品尝不同剧本当中 不同的人物命运 它只要有灵魂 它就是有一个变量 像那个勇化成蝶一样的 就是生命总是通过不同的形式 变换着不同的样子 但是就是说初心的轮廓不变 就刚才我说的初心的轮廓从未改变 自古以来 中国人擅长思考时间与变化的关系 面对奋勇而去的江水 古人感慨 适者如私服 看到云卷云疏 古人勇叹 万物皆流变 经过时间长河的抵挡 中国智慧的配方中 多了几位崇荣不惊 面对变 多了几分崇荣和淡定 陶瓷会画艺术家西门亚军 正在烧制一批特殊的作品 烧制的极端心情是最复杂的 温度就差那么十度 差得就太远了 很可惜了 就是瘦成这样 对很多人来说 陶瓷绘画还是新鲜事物 西门亚军像一个赤诚的孩子 想把其中的精妙分享给更多人 陶瓷绘画不是把一些简称的绘画 复制在瓷板上 完全是绘画带创意的这种东西 把瓷板作为了载体 发现陶瓷绘画的预言 高温颜色又瓷 是指在柚中加入金属氧化物 和天然矿石的着色剂 装饰在瓷器胚胎上 经过1300度以上高温烧制 显示出特定色泽 形成不同柚色的瓷器 由于对温度极其敏感 随着窑内不稳定的温度 柚色发生了不稳定的自然变化 变换出了独一无二的色彩 因此每一件陶瓷都是孤品 绝品 面对高温颜色又 艺术家们只有单一的绘画功底 是远远不够的 更关键的是还要熟知 诱料配置的工艺和烧成温度的控制 只有掌握了不同诱料的流动性 及其色彩的有机变化 才能在作品中随心所欲 挥洒自我 在艺术的天地里 他不愿自我设限 他喜欢这种未知的变数 常常带来出其不意的美感 和特殊的机理效果 所以现在选择高温颜色柚来挑战自己 颜色柚材料的基料是各种矿材料 矿物质在高温下有很多物理和化学的一些变化 进到炉子的时候 一切都是好遥变 出来的色彩的变化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这样的话 既要考虑到创作 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些变化 有难度 但是有它的魅力 虽然已是花甲之年 但走在时尚新潮的桃西川 西门亚军一点都不违和 他喜欢变化 而且能很适应各种新鲜事物 生活如果是一个静态的 我想这个就没什么意义 它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 能走得更远 走得更高 我现在还是在过程 对新鲜的东西都是很敏感的 很愿意去接受 很愿意去完成 不少艺术家已放浪行骸自局 西门亚军却不抽烟不喝酒 参禅食宿 这些年 他逐渐从俗世中抽身 相比于外在物质 他更在意心灵上的无限空间 任何一个人要做出新的东西 首先得把自己内心得清空了 到那种静的地方去 神圣的地方去 做任何事情都会起来 我也在变化 近期的一些作品里增加了很多一些激励 包括一些颜色又的变化的层次 如果我还能有一定的立体的效果的话 可能会更好 拿泥板 布也罢 纸也罢 或者将来还有更多的东西 甚至用金属 希望他那种基地是自己形成的 在他烧摇的地方 厂房顶上有长方形的天窗 天光从上面露下来 呈现出奇异的橘红色的光 西梅亚军很喜欢这束光带来的神秘感 常常给他紧张的心带来一些安慰 在博大精深的东方艺术中 季和义常常捆绑在一起 做完创作的部分 剩下的就交给烧摇人 其他的则交给天意